小白山配出所今晚23號孫樓時 在台北高校附近發生一台歐洲外非常可疑 想不到對方一種警察就用最快的手道騎走 這個我這位無性犯賢 那就驚慌 跑到稻田裡面去 順手把這個毒品丟去在稻田內 後來我們同仁早在身上取貨 在稻田裡面取貨 安菲他命跟海洛因毒品總共約4公克左右 白酒精的警察也發現到 他10天前才因為毒品的案件讓人抓到 想不到第20天如果沒回歸 有更因為毒品讓人一個警察抓到 無性犯賢是我們毒品人口 我們的管制人口 在7月13號也曾經經我們本所來查獲 有稀釋毒品 可是到地監署那邊交保以後還是沒有悔改 所以我們飛沙拋手會針對這些毒品人口加強 想來查去防止一些治安事故的發生 另外當事處安南派出手 同樣押在23號孫樓時 抓到一位市長的男主 也為他的地監署製造貨品 這什麼 這什麼呢 在夜間會開啟燈光 行使一道路 速度是10塊10萬 本所同仁發現丁弦該車時行跡可疑 經理行動電腦 然後查證時發現丁弦犯有多項前科 有切到毒品等塑形 盤查時丁弦主動 有右側口袋 然後拿出毒品 安非他命一包 毛重0.55公克 然後全案就移送偵查隊 給署署製金的警員抓到 他們都說真的有九歲 現在要秘書面對法律的決定 這段的案件也讓人看到 警察伴隨何連日 記者有關照片 彩虹不得